非变性了 准确的说应该是性质变了 以后刺客他不当了 没兴趣了 不说了 我是希望说我参牌 就在今天呀 DF迎来了一波大概 也不知道咱这策划脑洞是不是又爆发了 他好好的一个刺客 又改成了墙上射手 为什么说他是墙上射手 因为只有墙上的时候 他才可以像射手一样 远距离触发破弹攻击 并且他还能暴击 而且他的二技能 这个位移距离你看看变得有多长啊 这一改又是几家花席几家朝外 那唐僧高兴的走出了厕所 后裔还有其他没有位移的射手 默默又进入了厕所 对于这种墙上的射手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反正我玩的是挺载劲的 看着对面射手打不着我 反被我反打 我的心情那也是非常的愉悦的 我在第一时间也试了新版飞的一局比赛 这一试不要紧 我直接就跳上了墙 然后远距离位移 我又越过了一个墙 在越过的途中 我就开始普通攻击了 对面的人员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打不到我的打不到我 被我打死的也被我打死 直接就搞出了一个墙上三连决胜四连超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策划又想起来 给飞了 原因只有一个 飞现在的胜率太低了 而且登场率也挺很低 作为一个蛮新的英雄 这么低的登场率 还有这么低的胜率 无疑一些给策划们啪啪打脸来 于是策划为了找回面子 为了证明他和当年一样的厉害 一样的英雄 所以他对飞下手来 不是我说这个飞登场了半年的英雄 你都下手了 那之前的那些登场率比较低的英雄 你们怎么不管呢 还有你那个点尾 我估计也要重新做 现在虽然改了 但是他那个登场率也不行 好好琢磨琢磨吧 老低迷的策划们 别老听着赚米的英雄 那些不赚米的英雄就应该被抛弃吗 兄弟们